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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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都未进入过水表房 未见过那条水管 那你突然间就说那条水管是我的 一坏了就说要我负责 其实我也很错 我那一刻浸了一个电梯 六七个数字 是说真的是首期来的 是真的要卖楼的 在银行做的Crystal 是启德新盘天环的新手业主 没想过收楼短短两年 因为一条食水喉爆了 竟然面临可能要赔上一百万的维修费 究竟发生什么事 想知道 开始前订阅Channel C 二十多岁Crystal 19年和爸爸加分 买了天环这个单位 层楼差不多要一千万 谁知道上个月中 水标房突然爆水管 交到整条走廊水浸 事后管理处有人跟他说 其中一部电梯因为这样而坏了 全部维修费要入许数 看回他事发当日拍到的影片 当时是下周三点半 喂 干什么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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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YSTAL 有叫管理员山水制 但因为一山 全洞大厦就会停水 管理处就一路拖自缺 去到就是四点 其实水是中间突然之间 开完水标房之后 增大了很多 后来便嘭 喳喳喳喳喳 继续喳喳喳了十多分钟 那已经是穿过了这个墨位 然后上到这里 大概浸到这里 这个位置 大概浸到这里 两米左右的水摊 对 结果整个个小时才完成 不過令Crystal最猜不到的是 管理處事後有人打給她這樣說 上次的水管我們找了公證行的人上來看 不過那條管始終屬於你的單位 還有那條管浸了7號升降機 所以電梯那邊的維修費要你們負責 你盡快去聯絡你的保險公司 其次其實我都很震惡 其實那條水管是我真的 我的樓沒有裝修 我這次都沒進過水錶房 沒見過那條水管 你突然說那條水管是我的 平時就不讓我進去 又不讓我看 一壞了就說要我負責 其實我也很震惡 他之後問過管理處 才知道大廈做過兩次升降機 一次是因為爆鹹水渠 另一次就因為黑魚 都分別花了百萬 沒有買家居保的他 就真的覺得世界末日 最令他一頭霧水的是 壞的升降機 竟然是距離水錶房 遠一點那一部 這邊其實有幾部電梯 這部電梯是完全沒有壞 其實我也覺得很奇怪 因為其實水錶房 來這裡是非常接近 最接近我們那部電梯 但就不知為什麼 壞了那部電梯是這一部的 那究竟這條水管是歸誰的呢 爆水管壞電梯 又是否真的業主要負責呢 我們就找來樓宇檢驗中心總監 賴達明上門檢查一下 他說根據大廈工契 一般以水錶做分界線 來定義工用和私用部分 判斷損壞的部分是業主 還是管理處負責的 而今次涉及的位置雖然在錶前 但由於是接駁位 所以就有爭議了 賴達明還發現 水錶房地台和門檻都沒有做防水層 萬一水浸 水就很容易浸出水錶房外面 他說過往都接過類似的案件 但發生在新樓就第一次了 有一個舊式的大廈 水錶不是在水錶房裡面 而是在空中走廊的位置 有個閘製有破損 導致漏水浸壞了電梯 某些人的看法就是認為這個雜製 因為控制某一個單位的供水 所以屬於私用部分 但留意到因為裡面的雜製 其實也可以同時說 控制裡面的工用水不要流失 所以它也屬於一個工用部分 其實這個雜製 某程度上是有爭議性 但最終其實整個案件基本上就是和解了 管理處希望向業主申索的維修費 最後他就撤銷了申索 因為他認為那個理據是不足的 不過今次事件的關鍵 就是為什麼只入伙兩年的新樓 竟然發生爆食水喉的罕見事故 根據事主當晚馬上找水喉師傅做水管的影片 謎底就很快解開了 因為師傅一看就發現了問題 那個水喉的位置就很細 你拍給你看看 相差得很軟 你看看你看看 你看看得那麼細 不是好看得明白 那就交給註冊水喉像羅師傅解釋 他說看照片也看到 當時安裝師傅的鎖尺技術出了問題 這條下來應該要再低一條喉位 然後才射過來 這才算是90度的位置 這裡就看到已經是斜的 平常是環境的 這個是水平的 這個是斜的 羅師傅又拿了另一個 符合標準的安裝食水喉管的相當比對 很明顯事主那條喉不合格 我們走這個位置 一定要環境的 這幾條 我們安裝了喉這個位置 我們前樓 如果水務署本身有的要求 就是馬要穩固 要保護這塊 不可以自己倒這個算米 條喉不是水平 硬硬斜樓入接駁口 是盜刺今次斷啞的其中一個原因 看看當日維修師傅拆出來的鑄筒配件 擦一單 是有家維修 原來是這樣的 原來是這樣的 在一旁 是在一旁 塗在一旁 對,斷了一旁 羅師傅說 明顯是配件還沒有上完 一遇有外力 便容易斷了 做成一鍵 我們要裝個杯筍 水無柱這個15mm的紅芽 要拋下去 我們現在手拋 接近拋光 拋光 把芽筋緊了之後 最多是鬆一點 你現在看到斷芽 這個斷芽只有三格芽 整個配件都在說六格芽 如果我從這邊來看 是否只有一半 斷了 斷 即是這裡只有一半 以他多年來裝水喉的經驗 一條安裝和質素都合格的水喉 至少可以用二三十年都不會斷藥 他估計有四大因素導致這次事件 第一就是安裝不正確 第二有外物破壞 例如有人踩過條喉 第三 鑄銅配件不佳 第四 大廈系統產生水除作用 他說水除作用是最容易震到喉 一般大廈天台洗水缸之後 師傅再開水的時候 要慢慢開掣 讓水慢慢填滿空置的喉管 因為喉管裏面有空氣 一開大水喉時 水便紅紅的聲音 會令管裏的空氣壓縮 形成水除效應 他說在家裏有時聽到水喉聲 就是這些 所以他說 就算現在事主維修了一條喉 但本身這條喉就裝得不好 遇上這些外力因素 之後都很大機會再斷 而艷柳斯賴達明也看到水喉斷開部分出現問題 斷開的位置就是這個部分 留意到斷開之後 其實兩條喉之間 不是完全水直吻合 就是說兩條喉之間 明顯的差距 有可能安裝的時候 兩條喉拉扯的時候 有一個應力在 導致中間的接駁斷開 導致整條喉斷開之後流水 他認為今次事件 可能和建築缺陷有關 叫業主如果覺得不合理 應該據你力爭 找公證行寫專家報告 由法官定奪 既然幾位專家都認為 是水喉安裝出現問題 但如果管理公司 堅持將責任推給業主 那又可以怎樣做呢? 我們就問過執業大律師孫偉林 首先要看看大廈工契怎樣寫 在這份工契裏面 第26條 我們都見到 是有列明 每一個單位的業主 需要去服務他的單位的設施 進行維修和保養 但同一時間 我們可以留意 工契裏面 亦都有另一條條款 寫明一個物業管理公司 是需要去維修和保養 大廈裏面的所有公用設施 所以究竟 業主需不需要維修這條有關的水喉 其實都要看法庭 究竟 覺得這條水喉 是否屬於大廈公用設施的部分 如果一條喉 是在這個水標房裏面 而這個鎖匙 是在管理人 即管理公司手上 其實法庭亦都會考慮這一點 他會考慮各種不同因素 去衡量究竟這條水喉 究竟屬於公用設施的部分 就著這宗事件而言 我相信法庭 是會比較有可能 去覺得這條喉是公用設施 不過 孫大狀補充 事件入面 是否有人為疏忽 而導致喉管爆裂 甚至令到電梯壞賣 都是法庭會考慮的因素 究竟是否因為業主的疏忽 而弄歪了電梯 其實是需要由管理公司去證明 究竟水是否來條水喉 究竟電梯是否因為水流入而壞 另外其實是否因為 另外一些人的疏忽 而引致這部電梯壞 例如會否是管理公司的疏忽 其實這些客廳都會一併考慮 我們都問過天環管理處經理黃先生 他們就說個案已經交給保險公司 成為獨立公證行調查和跟進 暫時就不方便作出回應 不過他們說 業主要負責100萬升降機的維修費 就不是事實 我們向發展商查詢 是否喉管質素或安裝出現問題 發展商就說 屋苑入面食水喉管的用料 都是水務處的合資格品牌 項目也獲得水務處發出的接駁供水證明 證明喉管等等的設備符合相關規格 但他們非常關注這次爆水喉事件 已經擇成了管理公司 對屋苑喉管做全面的檢查 第一也會加強行償檢查 今次的影片就說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又怎樣看呢? 歡迎Like和Share影片 還有訂閱我們 下星期二再和大家踢爆其他東西吧